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一个微观来看 金属的导电理论 金属导电 我们说你有电子的话 电子会逆着电场的方向在移动 对不对 但原先没有电场的时候 这个导体内的电子 它有一部分叫自由电子 当你是一个原子的时候 这个电子是在这个原子的最外层 但是如果你把好多原子挤在一块 好像一块金属 这个时候它的能量层就分成好多层 那么它最上面一层 能量最高的这一层 就是这些电子 自由电子都集在这一层 这叫做自由电子存在的这个层 它在这个导体里面 这一层的电子 我们说它的这个behavior 它的这个性情就好像这个空气一样 空气我们是看不见 你看得见你会害怕 它分子跑得好快 啥啥啥啥在这里跑 因为它透明的我们都看不见 它那么小 撞到我们也不感觉到 其实这个电子呢 它在导体里头 它是这样跑 跑到以后碰到一个原子 就反弹了 反弹 反弹以后 它又碰到另外的一个原子 它又反弹 它在里头的路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规则的路径 原来是这样子 没有电场的时候 但是当你有电场的时候 它的路径就不是直的 因为它一边走呢 一边受电力 如果电场往这边 它就要往这边偏了 于是有电场的时候 它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把电场放进来 如果有电场 是这个方向的话呢 那么它移动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这个画的可能 并不是很准 不是很准 应该是这样子 它就变成弯曲的 变成弯曲的 为什么会弯曲啊 我们不要画太多 画太多 看得眼花缭乱 画一个就好 它原本是要这样子走 原本是这么走 速度 我加了外加电场以后呢 因为它电子受力呢 电场往这边 它的力就往这边 它就开始有一个VD VD我等等再说明 它就是drift velocity 叫做飘移速度 就因为电场的作用 让它跑过来 好 现在我们假设 它这个每相邻两次碰撞 这个路径都不一样 对不对 都不一样 我们假设有一个平均路径 就是我们上学期讲的 mean free path 平均的自由路径 假定平均的自由路径 是laminar 那么 它在这里运动的速度 这里运动的速度 是U U可以说都相等 U 这边也是U 这边也是U 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大小都一样 好 那么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电子 质量是M 它带电量是E 我们不要用向量好了 用大小 它就等于电量乘上电场 它力朝那边 朝那边 那么 这个电子受力以后呢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它就等于MA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解除 它的加速度 是等于M分之 小一 乘大一 好 那么 它在这里的时候 速度是VI 到这里的时候 速度是VF VF OK 好 那就是说 它碰撞以后啊 碰撞 它就停下来了 但是电场作用呢 它就等加速 加电汤是等加速 等加速过来 所以 它起初的 VI 等于0 VF呢 我们可以用等加速公式 等于V0 加AT V0 加AT 等于V0 VI 加上AT AT AT 是什么东西呢 TAU 就是它的 平均的时间 好 那这个就等于ATAU ATAU 那么TAU呢 它是等于Laminar over U 这是两次碰撞当中的平均时间 每一次其实不一样 每一次其实不一样了 那平均时间 两次碰撞 当中的平均时间 好 那么这个就等于 A 乘上Laminar Over U A Laminar over U 好 那现在我们把A带进去 A带进去 那么它就等于 MU E E of Laminar 好 所以 它静止 碰撞以后静止 停止下来 然后再加速 又静止 又加速 又静止 又加速 都是往那边偏 所以它的VD 就等于 2分之1 Vi 加VF 它就等于 2MU 这Laminar 我们就称它叫做 Drift Velocity 叫做 飘移速度 飘移速度 好 飘移速度 就等于 这个 那么 我们现在 又有 我们刚刚导过的 J J 它是等于 N 我们刚刚解 J是N Sigma NiQi Vi 现在只有一种 那就是N Q就是E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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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把VD 带进来 它就等于 N1平方 E over Laminar 两倍的MU 好 那现在我们把它带到 欧姆定律里面去 欧姆定律 Rho 要等于 E Over J E Over J 那这个 E拿过来 这个拿过去 变成两倍的MU N1平方 Over Laminar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Resistivity 它跟什么有关呢 它跟这个 电子移动的速度 这个速度又跟Temperature有关 然后 跟这个N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电子有关 你导体不一样 这个 或者物质不一样 单位体积的载体 数量不一样 还有它的Mean Free Path 也不一样 好 于是 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三种物质 我们常用的三种物质 比如说导体 我们把它的Row 跟Temperature 来画一个图 Row跟Temperature画图 我们知道 你Temperature一高的话 U就大 U就是好像气体运动的速度 那个叫Electron Gas 电子气体 你Temperature高的话 U就高 U大的话呢 Row就大 所以呢 它的曲线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我这画的有点太夸张了一点 没有这么夸张 是导体 导体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 这个Resistivity 它随着温度的增高而增加 如果是半导体的话呢 半导体是这样子的 半导体它就是一种物质 它温度很低的时候 它是绝缘体 温度高的时候 它就可以导电 所以它呢 不像导体 永远都是导体 好 我们看这个半导体 半导体是这样子的 当温度很低的时候 它是绝缘体 绝缘体就是它的Resistivity 很大 很大 好 它慢慢温度升高升高升高 它就变成导体了 就这个下降 下降就表示 它的电阻系数变小 电阻系数变小的话呢 它就是导体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从这个理论来看 当你这个温度很低的时候 温度很低的时候 这个数量很少 因为很多半导体 它是要靠着电子 跳到上面一层去 它这一层 比如说 原来那最上面一层 都挤满了 挤满的电子 它不会动 好像这个教室 你通通坐满人的话 你动不了 玩什么大风吹 吹不动 你如果是人很少 像你们这么多人 可以玩大风吹 因为大家可以跑 你一跑就有电流 它最上面一层 起初 温度很低的时候 通通在这一层 起它满满的 动不了 所以它是绝缘体 但是温度慢慢升高的时候 它就开始跑到上面一层去 有一部分跑到上面一层去 有一部分跑到上面一层去 那上面一层 没有满 有一部分上去 它可以自由活动 那原来这一层也有空位 所以大家可以移动 你温度越高的话 跑上去的越多 所以它动得两层都动得越来越厉害 因此它就变成一个导体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还有一种叫做超导体 我们发现有一些物质 当它从室温开始下降 温度下降的时候 它下降的这个曲线 跟导体一模一样 跟导体一模一样 它就是导体 但是等它到了某一种温度 这个温度通常是 0.1K到20K 有的很低 有的比较高 到这个温度的时候 它就来一个face transition 相变 它由金属的相变成超导 由导体变成超导 超导呢 就是它的resistivity 突然变成零 变成零 为什么会变成零呢 那就是说 当你温度很低很低很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我们可以当 这个里头的电子跑得太慢了 使得它的mean free path 好像无限远一样 这个无限大的话 就让这个变成零 这就是我们这个理论 初步可以用来解释这个 当然你以后在学固态物理的时候 会有另外的理论出来 这个是金属的导电理论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种欧姆定律 我们假定 有一段的导体 这段的导体呢 它不规则 就是它的粗细也不规则 它的物质也不是规则的 物质也不规则 OK 有这么一个导体 好 这个是A端 这个是B端 B端 那现在呢 我们让电流从这里进去 从这边出来 那么它的 在内部 它就会有这个 一定会有电厂 有电厂呢 也有这个Current Density 有电厂跟Current Density 我们现在假定说 这个里头 这一条线代表的是Current Density 好了 Current Density 好 那在 我们现在 先看 这里头也有电厂 有电厂 那我们就做一个 这个积分 E Dot Ds From A to B 好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VAB A端跟B端的电位差 对不对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 好 那么 电厂 在这个地方 是 这个方向 Current Density 在这个地方 也是这个方向 因为欧姆定律说 E跟J成正比 它是大小 成正比 方向相同 方向相同 那么 我们说 Ds 也是这个方向 Ds 也是 切线的方向 是一个 切线的方向 是位移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变成什么 E 它是等于 E等于Row 乘算J Dot Ds From A to B 好 J.s 因为J Ds 同方向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Row J Ds From A To B 好 那么 J等于什么呢 J就等于 电流 被 接面机 来除 它可以变成 Row I 被 A来除 乘上 Ds 从 A 到B 它 I呢 是一个 常数 电流 我们刚刚说 一个导体内的 电流 如果它当中 没有别的路 可以走 那么它的电流 是 定值 I 可以提到积分号的外面来 里头就变成 Row Ds over A 从A 到B 那我们就令这个 叫做 叫做 乘上R 这个是电阻 R 叫电阻 在这里头 它就等于 这一项 好 这个地方的R 是等于Row Ds over A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电阻 Resistance Resistance 从A端到B端 这个称为这个导体的电阻 那么 现在你就记得 VAB当然是 I乘R了 这个 也是欧姆定律 另一种形态的欧姆定律 VAB等于IR 也是 另外一种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这样子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电阻 我们发现这个 它是等于I乘R 事实上 欧姆定律 这个欧姆定律要这么讲 我们说 你在电阻的两端 加电压 它会产生电流 你电压越大 电流就越大 电压越大 电流就越大 但是我们发现呢 电压比上这个电流 永远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电阻 你记得它的定义哦 一个导体两端的电压 跟经过这个导体的电流 成正比 这是特别的导体 就是欧姆导体 我们一般的同银金 这些金属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VAB比上I等于R 一个定值 这个定值就叫做电阻 这也是Oms law 这个跟这个都是Oms law Oms law OK 那这种 这个计算电阻 它就是用什么算呢 用你这个材料的基本资讯 你的resistivity多大 你的cross section多大 有多长 积分多长 用这个来表示 用这个表示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我们有一段的圆柱导体 它的长度是L 它的面积是A 它的roll是等于定值 就是同一种材料做的 我们要求它的R 它的R等于什么 我们说这个材料 它的电流从这里进去 然后从这边流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带进去 roll DS from A 从A端 到B端 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roll是定值 它每一个地方的roll都一样 不像那个 它各种部分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它的roll 不一样 roll可以提出来 roll提出来 提出来 不但这个可以提出来 它的A也是定值 它是个圆柱体 均匀的也圆柱体 A 这Cross-Sectional Area的大小都一样 也可以提出来 好 于是我们把A也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DS from A to B 这个积分就变成什么 roll L over A 这个有规则形状的这个圆柱导体 它的电阻 是跟长度成正比 你导线长度越长 它的电阻越大 跟界面积成反比 你的界面积越小 电阻越大 界面积越粗 电阻就越小 这个是跟材料有关 看你是什么材料 你的roll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 然后我们再看一种 再看一种 再看这种以后你就会用了 然后你有西题呢 你就可以自己想办法做了 好 有这么一个空心的导体 空心的 这个半径是 R A R B 这个半径是 R A OK 长度是L 长度是L 那现在它的电流怎么流呢 它的电流是圆着这个方向流出来 它的电流是 我画错了 从这个导体往外流 这是它的电流 这是电流 从内往外流 它的材料是均匀的 现在问它的电阻是多大 电阻多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用 刚刚那个柿子来做 还是用这个柿子 因为它给我们的是材料 我们假定这个是A 这个是B 好 那现在R O可以提出来 R O可以提出来 因为它是 同一种材料做的 A是什么 A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A就是 你电流这么流过去 它是跟电流垂直的这个界面 跟电流垂直的界面 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子啊 现在电流怎么流啊 圆着半径向外流 对不对 那这个面积 跟这个面积垂直的是什么面积呢 我们可以用 这个 这是轴 这里是R R 这就是那个面积 电流 流过去的面积 OK 这个A等于什么 A等于这个圆柱壳的面积 2πR乘L DS呢 DS是圆着路径的方向的一个位移 圆着电流流过的方向 电流现在是这么流 半径 所以它在半径的方向上面 所以呢 它这里会有一个 DS等于 DR D-R 就等于DR 所以这个就变成 DR 内层是RA 外层的半径是RB 那我们就可以把 2πL 这种道体的电阻就是这样子 蛤 2bL 3bL 3bL